記得這個一定要選 請你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備註的這個地方 不然的話它會怎麼樣 把它蓋過去 後面東西全部不見了 特別號也不見了 所以我們把它選這個 選F2好了 不然它原來是C2 按確定按完成就可以 這個時候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把這些分割分割分割 那可是有抖點的地方 按Ctrl鍵 做什麼呢 按右鍵刪除掉 有沒有發現 1 2 3 4 5 6 有沒有 那這六欄 我再怎麼樣呢 把它 就格式裡面有個自動調整欄觀 讓它自動調整欄觀一下 好 上面的部分怎麼樣 在跨欄之中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一下 再把C欄的地方怎麼樣 刪掉 OK 然後把這幾欄剪下來 做什麼 移到前面 貼上 這邊 這邊剪下之後 記得按右鍵 插入 不是貼上 是 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有沒有 過來了 OK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 動作可能有點快 我再把細節分解動作 跟各位講一下 1 你們已經先把資料 先做出來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原來像這樣 1 把這個選起來 記得一定要先選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 選擇分格符號的空格 最後這個 記得選這邊 把它按完成 再把不需要的刪掉 再把這些欄怎麼樣 調整一下欄寬 你可以用自動調整 或者自己手動調整 再把這邊 跨欄自重一下 跨欄自重一下 名稱怎麼樣 改成這個樂透彩 把這一欄刪掉 把這六欄移過去就好了 OK 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做完的資料 就可以 是我們要的資料 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統計出 我們要的結果 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因為我發現你們對這個 真的不熟 第一步 1 選取 第二步怎麼了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 分格符號的下一步 空格下一步 然後 最後這個地方 選擇什麼 F2 這個如果沒有選的話 就會錯了 會蓋過去 選到這邊 把這個東西 剖析完放在這裡 OK 好 按個完成 把這一欄 按Ctrl鍵 這幾欄 按右鍵 刪除 是右鍵刪除 不是抵立者 然後呢 欄寬 欄寬 你可以這樣調整 或者是說 常用裡面有一個 格式 自動調整欄寬 因為很多同學可能找不到 常用 格式 自動調整 因為可能你們不常用 所以找不到功能 OK 好 格式 好 最後呢 這個地方 記得 跨欄自動一下 把這個名稱 怎麼樣 搬過去 Ctrl C 這邊 Ctrl V 打勾 好 有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那舊的怎麼辦 刪掉 再把這幾欄 右鍵 剪下 特別號 右鍵 插入剪下的儲存格